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默认权限 也就是UMAS权限 还讲了ASA权限 还讲过了这个文件特殊权限 也就是SUID SGID SBIT权限 那今天呢 我们也再来学习一个 比较奇怪或者说比较特殊的文件系统属性权限 称之ATTR 那为什么把这个权限叫做文件系统属性权限 我们来查一下 称之ATTR命令 称之ATTR是称之File Attributes on a Linux File System 他的意思是说改变一个文件 Linux文件系统文件的属性的权限 所以啊 超哥把它叫做了文件系统属性权限 这个叫法啊 我们是从英文之间翻译过来 可能不同的资料里面也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称之ATTR这个权限 那这个权限是 先来看看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权限的格式是 并没有用加减等于后面加选项 加文件或目录名的方式 其中加代表增加权限 减代表取消这个特殊权限 等于代表负于某一个权限 那具体能够负于哪些权限呢 靠这个选项来定义 加减等只是用来负于或者取消这个权限的 那它能够支持的选项 能够支持的选项 主要有这样两个 一个是爱选项 爱选项 它针对文件和目录是有不同作用 我们先来看针对文件 如果我们给文件付了爱数信 那么 那么我们就不允许对这个文件进行删除改名 也不能添加和修改任何数据 也就是说 我一旦给某一个文件付了爱数信 相当于就把这个文件锁起来了 剩下的人只能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但是既不能删 也不能改 也不能修改和数据 也就是说文件本身不能删 文件本身不能改 里面的数据也不能做这个数据 相当于把这个文件锁起来 而且啊 这个趁着ATTR这种文件系统属性权限 它的好处是 针对root用户也生效 哎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不管是读写之行 Umas SL SET UID 等等这些权限 全部都对这个root 啊 Umas对root生效了 对 Umas是默认权限而已 那全都对root用户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呢 我们这个趁着ATTR 他可以连root用户一块限制 连这个超人都能管起来 哎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好处 那我们先试试 我们试试 那他既然能够限制root 那我也不用再切换成普通用户了 我在这里随便Touch一个新文件 ABC吧 那这个文件Touch完之后 它的默认权限是644 哎 这是因为Umas权限的作用 好了 那现在 这个用户 当然可以通过 不管是用这种追加重新项 还是用这种VR方式 都可以往这个文件当中写入数据 哎 写进去 看他一下ABC 就能看到里面有内容 但是 我一旦 给他赋予了 这个爱选项 爱属性 回说 这个时候啊 普通 我们来看一下LL 看一下 好 看不到有什么特殊情况 那要想查看这个文件的这个特殊属性权限 用普通的LS是做不到 我们就需要利用我们的一个叫做LSATTR的作用这个命令 才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系统隐藏的属性 这里面支持两个选项 杠A是查看目录和文件所有的这个隐藏属性 杠D是只显示目录名 不显示目录里的内容 这个杠D跟LS的杠D非常类似 那我们这个时候 LSATTR 杠A来看看ABC 大家就会发现 ABC文件拥有了I属性 这里有个E属性 这个E属性代表 这个文件是在EST文件EXT文件系统当中创建的 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Linux的默认文件系统 3-S6.3是EXT4 那这个属性是默认的 而且也不能取消 所以我们不 你这个属性就不理 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文件是有一个I属性的 这个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如果Echo 继续往这个文件里面写来内容 就会报 权限不足 大家可看清楚 我可是root用户 如果只是普通的读写 实际权限没有 因为我是root 它根本对我没有任何限制 我直接就可以写入 那这种情况下权限不足 就会发现 其实是这个隐藏属性 不光不能修改文件的数据 我要想删除文件本身 它也是不允许的 也是不允许的 那更不要提什么改名 这些东西全都不允许 我就说了 如果给文件赋予了爱属性 相当于把这个文件给锁起来 大家只能看 能够查看文件的内容 但是文件的本身 文件名本身不能删 不能改名 而且文件里的内容 也不能修改 不能删除 这就相当于我把整个文件 全部锁起来 而且它的好处是 对root用户也生效 那这是对文件的作用 那如果是对目录 赋予了爱属性 它代表的是 这个目录下 这个我们只能修改 这个目录下的文件的数据 但是不允许在目录当中 新建文件 删除文件 也就是说 我假设有一个目录test 我在test的目录下 创建了一个文件 ABC 一旦给这个目录test 赋予了爱属性 我只能修改这个文件 ABC的内容 但是不再不能可以 在test的目录下 新建任何新的文件 或者删除ABC文件 那也说 只能对这个文件有 这种 文件内容有这个权限 但是对文件名本身 是没有权限 那我们试试 我在根目录下 创建test 我在test的目录下 根下了test下 创建一个文件 BCD吧 跟刚刚区分 现在称之 ATTR 加I 给test的目录赋予 这个 给test的目录赋予爱属性 Ls ATTR 看一下 权A test目录 大家会发现 目录本身 点是代表目录本身 有爱属性 上级目录没有 上级目录是 这个根目录 目录下的BCD文件 是没有内容了 所以啊 我可以往这个 呃 BCD当中 写入数据 能写 Test下 Test下的BCD 能够看到里面有什么 能写进去 但是 我要想删这个文件 对不起 不允许 我要想在这个文件当中 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CT 想在test目录当中 对不起 也同样不允许 这就是 爱属性的作用 爱属性的作用 如果针对文件 是爱属性 这个文件 完全不能做任何修改 它既不能删除文件本身 也不能修改文件里的数据 如果是对目录 赋予了爱属性 那么 目录当中的文件 与现有文件的数据 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我不能在这个目录当中 再建立新的文件 或者删除现有文件 这就是 趁指 这个 这个杠爱选项的作用 那 要想 恢复这种操作 我只能干嘛 需要把杠爱选项去掉 比如说 甚至 ATTR 减号 爱 然后呢 test目录 把它全线去掉 这个时候 不要说这里面的这个 test下的BCD 能够删了 test目录本身 也是可以删除的 那如果我给我的刚刚这个ABC 把爱选项去掉 趁指ATTR 讲号ABC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想删这个文件 或者修改里面的数据 就可以做到 那也就说 这个爱属性啊 是非常好的 防止 误操作的 对于 误操出现 如果 我们某一个 目录当中的数据 是一个重要数据 那么 我不希望 用户有可能会出现 误操作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给他 给个爱属性 他就相当于 把这个文件 或者目录锁起来 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里的 现有的数据 这个目录下的 现有的文件结构 都不能再发生 那 那除了爱属性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叫做A属性的内容 那么 A属性 同样也是 既可以针对文件 也可以针对目录 我们先来看 它如果是针对文件 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 如果给文件设了A属性 那么 就只能在这个文件中 增加数据 但是不能删除 也不能修改 这个比刚刚的 爱属性宽松点 爱属性是啥 给文件设了 爱属性之后 这个文件 什么都不能动 它就把文件 彻底锁起来 但是 如果是给文件 设了A属性 那么 它相当于 把文件当中 现有数据锁起来 但是这个文件里 还允许再写入 新的数据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A爱属性可以这样一句 我有一个文件管 我如果给这个文件管 付了爱属性 就相当于 我把整个文件管 都锁起来 它里面 现有的这个数据 和属性 都不能跟来 但是呢 我如果是给文件管 付了A属性 相当于 我没有把文件管 锁起来 我是把文件管里 现有的资料 全都锁起来 但是还允许 你往里面 再放入新的资料 但是现有的资料 你就不能再改了 这就是A属性的作用 那我们来试一下 A属性对文件的作用 那刚刚的ABC 我们已经删掉了 重新踏实一个文件 CDE吧 那这个时候啊 看 我先给这个文件里面 写点数据 333 CDE 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趁着ATTR 给它赋予A属性 其实啊 A是追加的意思 那CDE 我们复进去 这个时候 看 往往里写444 是能写进去的 但是我用VR 编辑CDE VR小心 我如果往里写入新的数据 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想 这个是可以保存的 没有问题 只能用追加的方式往里保存 他认为VI 他很难判断 你是到底是怎么样 他你是修改了 还是追加了 还是这个删除了 他不能判断 所以啊 他直接就限制了 看VI就干脆不能用 什么都 什么都不能写 不管你是写 还是修改都不行 你要想往里写入数据 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echo的方式往里追加 这样的方式往里追加 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我们的 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 只是追加而不能修改 那也就是说 就是我说了 如果对文件赋予了A数据 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当中的现有数据 锁起来 现有数据不能更改 也不能删除 但是呢 允许你往里面追加写入新的数据 但是不能用VI这样的编辑器往里写了 就只能用双大一号追加的方式往里写 这样就是A数据对文件的责任 那如果对目录设置了A数据 目录就会变成 只允许在目录当中建立和修改文件 但是不允许删除 这里指的修改文件是修改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对这个文件名是不能更改的 那也就是说 我只能还是一样 相当于把目录当中现有数据说起来 我只能干嘛 在文件里面 在这个目录当中新建新的文件 但是不能删除现有文件 这就是对目录赋予 A数据的作用 我们同样试试 那么这次创建太奇2 给他赋予ATTR 给他赋予A属性 跟下了太奇2 这个时候看 我往里面touch文件 在touch2文件下 touchdf touchfgh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进到这个touch的里面 我想删掉这里面 现有的文件 是做不到的 哎 这就是A属性的作用 A属性和I属性的作用区别在于 I属性更严格 I属性一旦赋予了这种属性提现 那么他所有的数据都不能够 既不能往里增加数据 也不能修改现有的 更不能删除文件本身 但是A属性呢 稍微宽松一点 如果给文件或者目录赋了A属性 他允许往里面加入新的数据 但是不允许动我现有的数据 那这种文件系统属性 也就是说 趁着ATR权限 他对保护我们系统当中 重要数据免遭误操作操作 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他不像刚刚前面讲的那个SUID SBID 这些东西 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这个不会 这个就说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放心大家的需要 他是用来保护文件 不被误删除的 那查看的这个选项 我们也看过了 LSATR 那赋予是加 取消就是这 大家说了 趁着ATR 虽然可以限制用户Root 我们有同学弄我 我们趁着ATR 虽然可以这个限制Root的权权 但是 他可以很方便的加和减 我把这个权权去了 Root不就可以不被限制了吗 确实是啊 那我们说啊 趁着ATR不是为了限制用户 他是为了防止连载Root用户在内的用户 进行误操作 误删除文件的这样一个保险措施 既然是保险措施 那这个锁可以锁上 当然也可以把锁打开 所以啊 他还归根结解 他不是用来限制Root用户的 这样的操作 那零件当中 有没有是用来专门针对Root 用来限制Root用户的 这样的操作 或者权限的 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 SE Linux 这个东西我们后面说 这里我们还限暂时性的 先来说这个 趁着一几点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讲了文件系统属性 趁着ATTR的作用 趁着ATTR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I属性 一个是A属性 I属性跟严格 一旦给文件或者目录 设了I属性 不管是文件还是目录 它现有的数据 它所有的内容都不能认识 不光现有的 也不能往里加入新的数据 如果是A属性的 给文件和目录付了A属性 那么它保护的是现有的数据 如果你往里面写入新的数据 它是允许的 我们还可以使用 LS HSHTR 命令来查询 哪一个文件 到底拥有哪一个属性 好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